Lady Gaga Lady Gaga 病情恶化2月4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女神Lady Gaga 因为纤维肌痛症 2017年9月无预警宣布再退歌谈 训练也都喊卡 希望可以把身体调养到健康的状态 没想到近来她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 而且还恶化了 3月宣布取消欧洲的最后十场群演 让粉丝都非常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Lady Gaga的团队 3月在社群网站上宣布 即将取消她在欧洲最后十场的循环演唱会场次 其中包括伦多尔 曼彻斯特 哥本哈根 阿里 柏林 李云等 声明中指出 Lady Gaga现在正承受着非常剧烈的疼痛 这也影响到她的现场演出的能力 在医疗团队的强烈建议之下 他们决定取消于下的十场群演 对此 Lady Gaga也在文中表示 我非常难过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为了之后可以继续在舞台上表演 她接受了医疗团队的建议 在家中好好休养 直到痊愈 随后 Lady Gaga向粉丝道歉 我爱这个表演 胜于一切 但是这真的超出我的恐惧范围 她承诺粉丝一定会回到各个城市去表演 但是现在只能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不少粉丝看到以后表示 虽然无法看到她回到舞台上 有点失望 但是依旧希望偶像可以好好照顾身体 并祝福她可以早日全域 各种正能量喊话 让人看了也为之动容 Lady Gaga向粉丝道歉